嗯 真好吃 师傅 我给你学学这个 太容易了 这肯定好吃啊 那是必须的 对 咱们就多凉菜 那行了 我就拌吧 拌吧 这个太好了 这份 看着就高兴 准备一个会跳舞的小土豆 去皮切成薄薄的厚片 放入清水中 洗去表面的淀粉 水开加入一勺盐 放入土豆片 这样炸完控酥脆 全部煮至透明状 捞出过凉水 控水备用 油温六成热 下锅炸 蒸小火慢炸 炸至土豆片没有水分 油里没有气泡 表面金黄色 全部飘起来 捞出控油即可 撒上适量的麻辣鲜 翻拌均匀 家庭版自制薯片就做好啦 都看到这儿了 又到了我或者脸皮 跟你们要红心的时候了 喜欢的朋友帮忙点亮一下 感谢支持 很多人把蒜苔买回来 我是炒着吃就是烧着吃 今天我把我祖团的腌蒜苔方法教给大家 腌出来的蒜苔爽口解腻 越吃越想吃 切好的蒜苔加姜片小米辣 撒入适量盐 给它拌匀 腌制一个小时 锅中放入花椒八角 干滅出香味 加一勺松抽 一勺醋 少许冰糖 烧开以后 转小火熬制两分钟 倒出放凉 腌软的蒜苔 倒入放凉的料汁 继续用你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 腌制一个晚上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腌蒜苔 开胃爽口 越吃越想吃 你学会了吗 好多人以为这个午餐肉 是给猫吃的 猫罐头 就因为你们肉太多了 看一下 90%的肉啊 不是那种淀粉午餐肉 我来一口啊 真的很好吃 因为外面那些罐头那么咸 它是降人的 现在有活动啊 拍五干更划算一些 直接吃或者刷火锅都可以 给你们分享一个 我闺蜜剪脂漆超爱的水煮菜 吃的太幸福了 先把蔬菜放到锅里烫熟 想吃啥就可以烫啥哈 幸福感的关键 就这个酸酸粉油包 它一包才25米大卡 给它挤进去 然后倒开水 给它稀释一下 给它淋上去就可以开吃了 这个吃起来太爽了 太幸福了 对 而且完全没有负担 就是会有点辣 但吃的真的很爽 别再只会用蒜台炒肉了 今天讲你们一个不一样的 蒜台下饭菜 五花肉倒锅里炒一下 炒出油 加葱姜蒜小米辣炒香 倒蒜台 现在印记的蒜台真的好贵啊 我这一盘都十几块了 然后再加一包外婆菜 这个外婆菜就是萝卜干跟旭里红 外婆菜是调好味道的 然后不用扎盐的 翻炒一下 蒜台外婆菜就好了 直接出锅 真的很好吃 天热没有胃口呢 可以试一下 超级下饭 都知道夏天要多喝柠檬水 这种柠檬水你们见过吗 这个上面是柠檬汁和蜂蜜 然后盖子一领 它就直接流到水里了 给它咬一咬 就是一杯线条的蜂蜜柠檬水 拎制的 吃的随便喝 真的很清爽啊 酸酸甜甜的 夏天一边吃烧烤 一边喝这个 真的太解腻了 你们要是喜欢吃芋圆 但是又不会做 这跟我这么做 真的很简单 半十米的芋圆 不用解冻 直接沸水下火 芋圆自己买很便宜的 我这一份 还不到八块钱 直到这样飘起来就熟了 给它过一下凉水 吃起来会更有嚼劲 然后给它装进杯子里 在家里爱吃的水果 蜜豆 往里面倒椰奶 纯牛奶或者甜牛奶都可以 这样一份预言就做好了 都不用出去买了 它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为什么你用空气炸锅 做的蛋糕这么难吃 今天告诉你们 怎么做才好吃啊 对 酸奶一定要选这种浓稠的 会更好成型 再来打两个鸡蛋 关键来了 如果你加的是这种淀粉 就得滴两滴柠檬去腥 不然淀粉它是盖不住鸡蛋腥味的 就会很难吃 我还是更推荐新手用这种蛋糕粉 因为它里面都调好味道的 什么都不用加 还是一样的不容 给它搅匀 放爱吃的水果 控制炸锅 180度 20分钟 看 这全呐 它不是那种蓬松的口感啊 是湿润的 有点像芝士蛋糕的口感 反正挺好吃的 想吃蓬松口感的 用电饭包做就行了